下面说 且此光明 即是智慧 能照破众生 无名之苟案 这个作用可大了 真的不是假的 无名是迷惑 愚痴 这一照破了 人的疑惑没有了 愚痴没有了 自信里面的智慧光明 透出来了 他能不自在吗 他能不快乐吗 这个时候 大臣尖叫长江 发喜充满 长生欢喜喜 他什么都没有 没吃没穿的快乐 快乐从哪里来的 一般人看的叫莫名其妙 这不是假的 你不知道他快乐从哪来 他快乐从自信里出来 在这个境界里面 这物质生活的条件 需不需要 为什么 念头 能转境界 头一个把自身的境界 转变了 自修用 冬天 他不冷 夏天 他不日 他只需要 一件衣服 就够了 你换洗衣服 都不要 我看过 我看过 乐观法师 跟朱云法师 写的 金山和佛的报告 这是真人真死 不是假的 金山和佛 确实 非常像 小说里面写的机构 很邋遢 穿地生破衣服 破鞋子 你给的好的 他不要 金山和佛 一生没有洗过澡 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 不吃饭 也无所谓 他也不慕 一顿饭 吃个二十碗 三十碗 也不在乎 都表演过 给大家看了 所以 他对物质 他没有必要 一身不洗澡 一般人身上气味很难闻 他身上放莲花香气 人都很喜欢 接近他 身上放的那个香气气味的什么 稳稳 还可以治病 这不是一个普通人 普通人做不到 普通人做不到 连破铜烂铁 他都吃 乐观发死 跟他在一起住过四个月 这真的不是假的 真的不是假的 这是什么 静随心转 给我们做了个证明 他的意念 能转外头境界 他知道过去未来 帮助不少有缘众生 人家称他为金山厚福 他是江苏 苏州的金山寺 是出家人 他的法号叫妙善 但是很少人 趁他妙善发死 都趁他为金山厚福